大陸現在開發了一個 潛艦隱形的新法寶 然後它就什麼都看不到了 那這個我當過這個反潛官 我當初一看到這個我就非常有興趣 就仔細的去看它的一些內容 它的內容不多 很簡短 那我大略推想了一下 首先大家都應該知道 這個現在的軍事要偵測水下的目標 一定要用聲音 就是聲納 天空的目標是電磁波 電磁波因為進入水面之後 它耗損得很快 傳不了多遠 所以電磁波在水下它沒有辦法 水下一定要靠聲音 就要像我們的這個海豚 就靠它的發聲打出去 撞到目標再彈回來 那聲納的基本原理 工作原理 請大家看這個 首先這是一個很大的一個 這是它的船頭 它的底下的一個聲納非常之大 大家可以看到這裡有一個一個白色的 這個是那個人 工作人員啊 站在這裡 就這個比較你就知道 哇 這個聲納好大 這裡面 那這裡面是什麼東西呢 我們看第二張圖 這張圖 剛剛把外面那個黑色的罩子拿掉了以後啊 就是這個東西 大家注意看啊 一塊一塊一塊的 整整的一圈 然後你再注意看這個後面這裡 這是後面的船尾的地方 它都有一個板子喔 左右都一樣 一個板子 包括它的正貨方 都有一個板子擋住 你可以把它叫做擋音板 它就是不讓後面的噪音 船上有很多東西在轉動啊 車椰是最明顯的一個 呼嚕呼嚕的水聲 它把它整個擋掉 基本上它只偵測前方這裡 這每一個 這一個一個方方的 都叫做聲能轉換器 它的英文名稱叫做 transducer 好 有了這兩個 這個基本的姿勢以後你就知道啊 所謂聲納是怎麼作用呢 它每一個聲能轉換器啊 那一個方方的對不對 它可以通電的時候 它會產生震動 那個震動了之後 它就把這個電 變成了一個動能 這個動能就推動這個水波 水波就往外走 那你看它不是一個 它是一大片 所以一推動 整個那個水波就往外走 走走走走 其實聲音啊 在水裡就是一個震動 它震震震震震震震 震 打到了前劍 它就會反彈 又反彈回來 然後這裡呢 又可以接收到 反彈回來的這個波 這個震動 這個震動又會轉換成電能 就是聲能 聲音跟能的轉換器 那整個的基本上來講 這就是一個 聲納在水下的作用原理 講到這裡啊 你應該立刻就有一個好奇 如果你對很多事情都好奇的話 你應該立刻就想 我剛剛第二張圖的時候 把那個黑色的罩子拿掉了對不對 那第一張圖有個黑色的罩子啊 那你應該第一個就想到 那個在裡面 這些所有的 transducer在震動的時候 它不是有個罩子嗎 它罩子不就把它給擋住了 那它怎麼傳出去 它打到了外面前劍 那傳回來的力量越來越弱 越來越弱 它還要能夠再穿透它 這個東西的原理呢 就是現在說的地 這張圖大家請注意看 如果你還記得 高中時候的物理的話 你就會知道 好比說這是兩個不同的介質 一個水一個空氣 或者一個什麼什麼不一樣的東西 這是介質A 這是介質B 當一個聲音穿過這個介質 到另外一個介質的時候 它可能發生折射 這個折射的公式就從 sinA就是這裡的角度 sinA乘上D1 D1就是這個介質的密度 這兩個成績會等於這裡 sinB這裡的角度 乘上它的D2密度 這就是一個轉換的公式 好現在大家就會知道了 你了解 其實這個介質能不能夠穿過 這個聲音能不能夠穿過 會不會被它扭曲 決定在這兩個東西 在交叉的那個的密度 如果密度一樣 我不管它是什麼東西 它就會執行 不會被擋到 所以你注意看 剛剛開始 你一開始看到第一張圖 那個很大的黑色的罩子裡面 那個罩子裡面充滿了水 那個水的密度跟海水 是一模一樣的 那那個罩子的外面 是不是就是海水 那那個黑色的罩子 它只要滿足一個條件 就等同不存在 什麼條件你知道嗎 它的密度跟海水一模一樣 這個跟飛彈的 那前面那個罩子是一樣的 它就要跟大氣的密度是一樣的 那如果它的密度 記住就是那個的密度 那個罩子的密度 跟外面的水 以及跟裡面的水 一樣的時候 聲音穿透這個罩子 不會被阻擋 也不會變換方向 這是第二個 第三呢 剛剛那個看到的那個聲啊 你看到那個好大好大的那個聲啊 那是幾乎裝在巡洋艦上面的 我們台灣沒有巡洋艦 所以我們沒有那麼大的 我們當初有一些小一點的 好比說 勾兩三軍艦 它是比較抓遠一點的前艦的 它那個呢 大概是它的三分之二大 那像到了成功艦 好比說我在成功艦服役過 成功艦是中平的 又更小一點 它大概有多大呢 大概比一個休旅車 還要再大一點 那還有更小的聲納 我當列雷艦艦長的時候 有一次啊在船上 因為我們這個聲納 隔一段時間要拿起來保養 列雷艦也有一個聲納 它聲納看什麼呢 看水下的水雷 那有天它在保養 我走去一看 你猜那個聲納多大 大概就這麼長 跟一個燈管一樣細細的啊 它也許這個燈管的面 每一面都有一個一個一個 一個一個的叫做translucer 它的聲波就往前面打 就這麼一點點而已 所以你就知道 剛剛你從那個去看啊 那到底為什麼有的要這麼大 有的中一點 有的又很小呢 這完全跟你要看什麼東西 是息息相關的 列雷艦艦要看什麼 要看水雷啊 除了水雷之外 你看那個水雷在水下的 有時候那個細流雷 有一根鋼絲籃這樣上去 列雷艦的那個都看得到 這就是它看細的 當我這個叫做發生的這個震動源越小 它看的就越細 那你看那個好大好大的一個大的聲納 它大概一定要看潛艦一樣 那麼大的東西 它如果拿來看水雷 它完全看不到 因為那個東西太小了 反過來說 那你就都裝個這麼大的 不就可以看很遠嗎 對不起 大的可以傳很遠 像列雷艦的那個那麼小的 如果你去讀它的規格 說這個這麼小的聲納叫超音波 超聲波超音波去看 它能看多遠 也許那個規格告訴你是1200碼 但實際上能看到三四百碼 都不容易了 大部分時候它在看200碼之內的 為什麼看不了那麼遠 因為它的波很小 它傳一傳傳傳就傳不過去了 就被海水給稀釋掉了 這個的道理有一點像什麼你知道嗎 你記不記得看到那個 佛教的那個鐘 有的鐘啊 大概有我兩個人這麼高 然後那個和尚拿了一個木樁這樣 咚 這就是一個很大的鐘 它的聲音不尖銳 但是它可以一直傳傳傳 它的動能很大 如果四周都是安安靜靜的話 你在一個森林裡面 也許20公里之外 你都聽得到有一個 嗡的鐘聲過來 可是如果是一個小的 我們學校的那個鈴鐺呢 鐺鐺鐺鐺小 那個可能穿100 200公里 我對不起 100 200公尺 可能後面就聽不太清楚了 它的動能很小 傳不了多遠 這就是聲納的這個差異 那接下來呢 有了前面我們知道的 所謂的聲納的作用原理 以及它怎麼樣來傳播之後 接下來我們就要來討論一下了 什麼叫做潛艦喔 當潛艦在水下的時候 它的安靜 就它不要被人家發現 這裡有一個潛艦 它不要跟坦克車一樣 在那空隆空隆空隆響 很安靜很安靜 它是怎麼做到的呢 第一個一定是它船上的 所有的東西 都讓它盡量不要去轉動 好比說在潛艦在航行的時候 它的發電機是不可能啟動的 它是停在那裡的 為什麼不能啟動 一啟動發電機那個燒的那個 油的二氧化碳就把全艦人給堵死了 甚至連廚房都不准工作 廚房拿個鏟子在那裡炒菜 對不起潛艦在航行的時候 在水下你是看不到的 它或許有一些微波乳可以加熱 但是大致上它在潛艦期間 它是安安靜靜的大家都不能 而且它每個人走的穿著鞋子 像你說我們有時候 穿一個很這個漂亮帥氣的 皮靴跟走在那個 喀喀喀喀喀 潛艦對不起 它穿的是膠底的 都是安安靜靜的 那潛艦除了這些 讓它自己的盡量聲音小之外 它還有一個東西叫做 蕭鷹瓦 大家看 這是類似我們的所謂的蕭鷹瓦 我這畫的是示意圖 大家去想像一下 這是潛艦的船殼 這是潛艦裡面 人員住在這裡 那這外面的海水 有幾隻魚很快樂的在這裡遊 它所有的船殼外面 貼了一個一個的消音瓦 看到沒有 一塊一塊貼滿了 布滿了潛艦 對不起 消音瓦是什麼呢 消音瓦厚度大概有七八公分這麼厚 簡單的講 消音瓦就是一種很特殊材質的 我們叫做緩衝電 它是一個跟很硬的鋼鐵 那個材質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它有一些特殊的材質 它可以去吸收這些震動 因為記住什麼叫做聲音 聲音就是震動 好比說這是船的船殼 碰碰碰 不管怎麼樣你多麼的小心 它還是會有一些輕微的震動 這些震動 透過這個船殼是向外傳 就傳到海水裡面 它就會傳出去 如果這時候外面放了一個 七八公分厚的消音瓦 整個船都包住喔 它這個聲音震動 是不是到了消音瓦 會被這個消音瓦吸收 穿過去 第一它會折射 方向會彎 第二 它再出去的這個震動 是不是會比較緩和 因為它不是硬梆梆的在這裡 有種暖暖的 好這是第一個 所以你要知道 所有的現代化的潛艦 它外面都包了一層 所謂的消音瓦 滿滿的喔 那個光是包著消音瓦 你去想想看那個重量有多重 一塊一塊的 然後我記得有一些 有一次那個美國的一個 核子潛艦 剛出來之後沒多久 有一次航行回去 結果掉了幾百片的消音瓦 就是當初安裝 安裝的技術不夠熟 所以要回去 重新再來安裝 這是一個消音瓦的功用